大家好,今天是3月11号 刚刚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发布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里面,他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战略转折点 我们正在朝向胜利迈进 他说呢,虽然做预测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们相信凭着我们的智慧、能力、能量 我们一定会获得胜利 他的这些话呢,特别的鼓舞人心 而且呢,他就在现场,他就在前线 所以他的话呢,实际上是非常准确的 其他有很多的一些预测判断呢 都是在几千公里之外 就像我这样,那实际上是并不是做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的 而泽林斯基呢,他就是在前线 就是在打仗的中心 所以他说出这句话呢,我们还是非常的相信 确实呢,战局现在对乌克兰越来越有利 俄罗斯军队现在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 一个是重新阶级 另一个是呢,对平民的目标进行狂轰乱炸 进行重新阶级呢,根据最新的消息 他的几乎100的64公里的一个车队 开始分散,开始重新阶级 前段时间呢,他一直停滞不全 原因是呢,补给出了问题 另外呢,遭到乌克兰人非常顽强的抵抗 现在他重新的分散 在不同的地点阶级 试图呢,再次发动新的一个进攻 那其他城市也是这个样子 像第二大城市呢,一直是九宫不下 虽然那狂轰乱炸 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掌控不了这些城市 乌克兰人,他在英美啊 提供的最现金的武器 帮助下进行了有力的反抗 昨天CNN报了一个视频啊 就是有一个俄罗斯的车队 遭到乌克兰人一个非常厉害的袭击 有十几辆坦克呢,被砸毁 还有无数的官兵呢,被俘虏 最近几天,俄罗斯的两个主要的 战地指挥官两个将军呢,也被击毙 这些消息呢,对俄罗斯来说 都是雪上加霜的 俄罗斯军队当然非常的残忍 最近几天呢,他们对平民的目标进行轰炸 前天呢,把一个癌童医院给轰炸 昨天呢,那有把一个精神病院给轰炸 精神病院有三四百人呢 现在整个战争以来 平民的死伤已经超过了四五千人 成千双万的人呢,被炸死 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谴责 那普京呢,显然他就犯了战争罪 他将会像米洛什维奇一样 被压到海牙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国际社会已经强烈的认为 这个战争呢,是非正义的 那俄罗斯在道义上已经彻底的惨败了 所以整个战局呢,在道义上来说 舆论方面来说呢,那完全是乌克兰必胜 所以乌克兰的总统呢,说出这些话呢 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一个是在道义上生理 再一个是在反攻的这个武器方面 那乌克兰也是占据非常大的优势 北约美国提供了非常先进的反坦克武器 这些武器呢,非常有效的打击了俄罗斯的战车 俄罗斯的坦克,甚至俄罗斯的飞机 那有一个数字呢,就是俄罗斯呢 他现在已经损失了一万两千名军人 五十二架飞机,八十三架战斗机 三百五十三辆坦克 一千一百六十五辆战车 这是呢,乌克兰的国防部发布的一个俄罗斯军队 他的损失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基本上还是真实的 俄罗斯损失很大 所以普京呢,他不得不从非洲啊 从叙利亚再召集军队 那些孤运军呢,都是临时策和的 而且很多都是为钱而来的 所以他的战斗力肯定非常的虚弱 乌克兰人现在是为他们的祖国而战 为他们的生命,为他们的家园而战 他们在战斗力上是十倍于这些孤文军的 所以呢,乌克兰的确到了一个战略转折点 胜利在望 国际社会援助乌克兰 制裁俄罗斯的进程呢,也进一步得到提升 欧盟宣布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提升一倍 也就是说呢,在军事武器的提供啊,还有各种资金的支持上 比前段时间呢,更要翻番来提供对乌克兰的帮助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要取消掉俄罗斯的最后一国待遇 而且这个决定呢,是跟欧盟、G7这些国家一块做出来的 那取消最后一个代遇的话,就会对他的关税啊,进行猛烈的一个提高 那俄罗斯的商品呢,进入美国的市场,进入欧洲的市场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你价格呢,特别的提高了 第一步的制裁措施呢,显然啊,就是金融方面把他的货币进行限制 第二步呢,就是他的能源啊,主要是石油、天然气 美国呢,完全做到对俄罗斯这些能源的净值 那欧盟呢,现在会逐渐的取消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那第三步呢,就是对所有的商品啊,进行全面的一个关税的提升 然后禁止他输入欧洲的市场,美国的市场 所以通过这三步呢,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跟俄罗斯的经济的脱购 对经济方面呢,完全的孤立俄罗斯 让俄罗斯的经济呢,彻底的垮掉 而且呢,这是必然会垮掉的 估计呢,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俄罗斯的经济就会雪上加霜 就会萎靡不整啊,彻底的江河日下 今天我们终点讲的是 台湾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到底学到了什么 昨天呢,参议院召开一个听证会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卡林 在会上呢,做了精彩的发言 他认为台湾呢,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 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尤其是乌克兰人,乌克兰政府啊 自强不息,顽强的抵抗俄罗斯军队 这方面对台湾歧视非常大 让台湾人觉得必须要自己自强 自己强化自己的武器系统 自己呢,主动的要打击侵略者 具体的呢,他提了三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呢,就是 必须要发展不对称的武器系统 那我们知道乌克兰呢 跟俄罗斯那完全是不对称 俄罗斯是军事强国 而乌克兰是军事弱国 那他呢,要以弱胜强的话 必须要发展以弱胜强的 不对称的武器系统 尤其是反坦克系统 反坦克的这些导弹啊 这也发挥了很大的这些作用 那这个案例呢 也同样告诉台湾 台湾跟中国的军力啊 也是相差非常悬殊 根据一般的常识啊 那中国现在是名列第三位 很多时候他名列第一 第二,像他的海军就名列第一 那这些数据呢 跟台湾来比呢 确实悬殊很大 台湾目前排在第20位 在军力对比方面 那跟中国第三呢 可以说悬殊很大 乌克兰是排名21位 如果呢,如何来对付强国 就必须要发展这种不对称的武器 塔林呢,就建议台湾 要发展短程防空武器系统 海军的水雷系统 海岸的防御系统 雄航导弹 那这些建议呢 都是非常精准的啊 尤其是短程防空啊 就是那个毒刺式的健康防空导弹 那是非常重要啊 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川普时期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在华街日报就撰文啊 说呢 台湾呢,必须啊 要大部分人呢 都会使用这个健康式的毒刺导弹 而且把这个导弹呢 全都放到各地的警察局里面 然后等到共军的这个飞机过来啊 每个男人都可以扛起这个毒刺式导弹来进行 对中共的军机进行打击啊 当时他的建议呢 很多人还在取消 但是这次乌克兰战争呢 让台湾人明白了 必须全民接兵 必须呢 要发展这种毒刺式的防空导弹啊 还有这个海岸线的水雷系统啊 那对中共登陆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 还有这个各种的中短程的导弹 这个对中共打击也是非常大 卡林的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发展预备役 这次在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乌克兰的预备役军队也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乌克兰军队有20万人 但是预备役有90万人 90万人呢 发挥了很大的坚强的典范的一个作用 还要加上国外的支援军呢 有力的俄阻了俄罗斯军队的进攻 那台湾目前呢 有17万军队 预备役呢 号称是150万人 但是这150万人呢 能不能真的是能够打击仗 还是个问题 所以加强对预备役的凶炼 现在呢 台湾政府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了 预备役呢 就是平时你可能是在工作啊 但是打击仗来呢 你就是军队 你跟战士呢 一样的勇猛 第三一点呢 他也特别强调 就是全民皆兵 就是让每一个台湾人都梳理国防的意识 都有耗武的精神 就像乌克兰人变成一个战斗的民族 所以这一点呢 对台湾现在提醒是非常大的 从卡林的发言当中 我们确实感到这次乌克兰战争 对台湾呢 实际上是一个警醒的作用 一个积极的启示的一个作用 有些台湾人也认为乌克兰就是在为台湾爱战 他呢 抵挡了普京的侵略扩张 实际上也就抵挡了习近平他狂妄的野心 如果呢 普京在乌克兰很快获得胜利的话 那习近平呢 就会非常狂妄 非常轻率的决定 拿下台湾 爱情呢 会很快做出军事侵略的准备 但是问题是比乌克兰人挡在了基辅 挡在了乌克兰 让普京的野心呢 一时难以得逞 所以说 从连贯的逻辑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乌克兰人就是在为台湾爱战 那台湾人呢 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 得到很大的一些歧视 除了一些专业方面发展军事的 技术军事的设备之外 最关键是一个民族 要有上午的精神 要有全民戒兵的一种概念 台湾未来的模式呢 就是乌克兰的模式 就是以色列的模式 男男女女呢 都要学会打仗 因为你面临的一个强敌 面临的一个时刻 要痛病你的强敌啊 另外最近呢 美国的一些专家也在讨论 中国的核卫社 会不会在台海战争当中发挥作用 那这次普京呢 他完完全全用了核卫社 而且核卫社呢 也启定了一定的作用 因为他就以这个核大战来威胁 导致北约不能参战 不敢参战 你看他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前一天呢 他进行了导弹的实验 那个导弹实验的目的呢 实际上就告诉西方 你如果参战的话 那么我就要动用核武器 其实普京呢心里也害怕西方的参战 北约的参战 所以他提前呢 用核武器呢 进行一下威慑 结果呢 这些北约包括美国 他们确实担心 万一呢参战 他们把导弹呢 发射到巴黎 发射到柏林 发射到华盛顿DC 发射到纽约 那怎么样 所以说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呢 普京他的核威慑 也起到了作用 那在未来的台海战争当中呢 习近平的核威慑 会不会起作用呢 一个呢 专家们都认为啊 现在台湾呢 中共他如果把核武器 扔到台湾那是不会的 因为你把核武器扔到台湾 就毁了台湾 一个全都是废墟的一个台湾呢 不是中共想要的 中共呢要侵略台湾 不仅是扩散国土 而且呢也要霸占台湾的 太多的一些资源 尤其是科技方面的资源 如果扔原子弹 搞得免目苍蝇 全都是废墟的话 那不是他的目的啊 所以他对台湾呢 轻易的不会扔原子弹 但是呢 他对美国 对日本啊 他会进行核威慑 就是一旦你们参战的话 我就会使用核武器 所以逼着美国和日本呢 有可能在参战不参战上 进行犹豫 所以说台湾战争背后呢 实际上还是一个核的较量 中国呢 他也现在认为 他的核能力越来越强大 他在西北那些沙漠里 现在太多的一些核发射战 另外他的高超音速导弹 已经发展到了很大的一个阶段 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呢 就有可能穿过美国的核弹的防御系统 所以他就有自信呢 在核方面能够战胜美国 他在台海战争当中 使用核武器的目的 就是要下阻日本 下阻美国进行参战 这个呢 就需要到时候 美国方面 日本方面 更高级的一些智慧 你进行核威慑 我用相应的办法 来对破解你的核威慑 所以说西方国家呢 他对台湾这个问题 跟乌克兰还不一样 中共呢 他的核威慑呢 并不一定能起到作用 而且美国日本呢 到时候的参战 还不一定 只是一个陆军的参战 因为乌克兰呢 是大平原 你参战的话 必须要派陆军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呢 它有一个 非常有力的一个地形 它主要是靠海军和空军作战 所以海空军这方面呢 那并不一定 直接派地面部队 这样的话 就减轻压力 减轻日本美国的压力 所以以后呢 这种军事的援助 可能主要是海空 还有高科技领域 那对台湾的这个帮助 那这个呢 美国日本呢 会很轻易的做到的 而且我们知道 台湾的军力啊 实际上比乌克兰更加的强大 根据权威军事网站的统计 那台湾呢 实际上排名全球20位 乌克兰呢 是21位 国防预算方面 台湾的国防预算呢 是168亿美元呢 乌克兰只有50亿美元 因为乌克兰呢 毕竟是一个群国 台湾呢 是一个富国 在陆军方面呢 台湾有17万军队 那乌克兰有20万 实际上也相差不多 在最大的一个看点呢 是台湾的海军和空军 那对乌克兰来说呢 实际上是非常的悬殊的 你看台湾的空军战斗机呢 就有288架 那乌克兰呢 还不到70架 只有69架 海军呢 台湾有117个军舰 那乌克兰呢 只有38艘 所以说在海空军方面 台湾具有绝对的优势 从这个对比方面 我们看到就是台湾 它的军事势力比乌克兰呢 强大多了 所以中共呢 它面临的一个强敌 也可以说它未来要侵略台湾的话 那它会碰到一个硬钉子 而且除了台湾之外 背后还有美国 还有日本的一个支持 这个支持呢 这个支持呢 主要可能也是在海空军 主要在高科技方面 那到时候呢 中共遇到的对手 完全跟普京遇到的乌克兰呢 还不一样 当然呢 我们要从乌克兰学习的 就是乌克兰的 顽强抵抗的精神 全民接兵的意识 那台湾呢 必须要强化 这方面的意识观念 加强凶炼 让每一个台湾的男人 都成为战士 来保驾卫国 来向乌克兰人学习 好 今天我们的评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